本性是实体 要理解宇宙的真谛 如果你不能理解宇宙的真谛 你可能生生世世就在人间轮回 那么怎么会轮回的呢 不知道怎么来解决超脱这个世界的烦恼 就会永远在里面转也转不出来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跟孩子的关系不好 你今天打他 骂他 然后他就不停地反抗 你再打他 骂他 他再跟你搞 最后他跑出去了 你心里难过 等他回来了 你又跟他有是非 实际上 这就是在一个幻想当中轮回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不理解孩子大了 第一 要走那条路 由他自己挑 第二 孩子大了 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教育他 能够让他的心跟我们在一起 这些都是真谛 就是说 要用智慧来让他明白道理 而不是靠打他和骂他 那么在这些问题上 如果你想不通 你一直会在这些问题上轮回 感情好了 又打了 打了 又好了 所以很多孩子 从小就像被爸爸妈妈判死刑一样 说 你这孩子不会好的 什么叫不会好的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人活着就会变 这个例子就是不理解事物的真谛 你一定会轮回的 师父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想修的话 绝对不能被六道轮回所劫走 劫走是什么 就是抓走 学佛做人 灵魂不能被人家抓走 人可以坐在这里 但是魂在那里 你可以坐在教室里 但是 你会想很多你放不下的东西 所以你读不好书 这是魂魄被贪玩心劫走了 你永远在寂寞 在称恨 在烦恼当中活着 你就永远被烦恼劫走 你就没有办法自主自在 自主自在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能够主张自己的意念 自己就会活得很自在 很多人经常跟师父说 师父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还有谁 因为我还有家 因为我还要干什么什么 因为 总之有一大堆原因 所以你就永远不能自主 永远不能自在 一个不能让自己自主的人 一定不能让自己自在 所以被孩子牵着走的人 他永远摆脱不了 孩子的这种感情 很多人说 我这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了 因为他是我生的 实际上 这个人就被拴在了六道里面 所以没有办法超脱 你就离不开烦恼 就不能脱离六道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们开车 开错方向 一直往前开 边上有人跟你说 你错了 你跟他说 我不会错的 好了 接下来 明明知道自己错了 还要往前走 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讲的 像系衣服的钮扣一样的 一个钮扣扣错了 你是不会感觉它错了的 等到你扣到最后一粒钮扣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不对了 只能重新来扣 人的一生 就像一条锁链一样 永远把你拴住 等到你重新回头 那就是一个世纪了 所以不能修偏差 不能走错路 学会超脱 不能迷惑 你才能进入觉悟的境界 觉悟的境界是什么 觉悟就是明白了 同样 举个小孩子的例子 你明白 不能骂小孩子 也不能打小孩子 对待小孩子 要寻寻善诱 夫妻之间的感情 也是这样的 不能应来 应来的话 就会出事 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就不会太担心 反正这些事情 是长期的 孩子今天不好 说不定 过两天会好起来的 就是说 要永远给自己 留一条后路 让自己在人间 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先修自身的心性 才能给别人 有回旋的余地 自己先修自己的心性 也就是说 先修你的心 和你的本性 本性 是最里面的 而心 是在外面的 人家说的良心 是在里面的 而你的外心 就是你被社会 被六臣 被六欲 所染而产生的思维 那就是 你外心的思维 所以很多人的良心 很恶 并不代表 他的本性不好 有的人很凶 并不代表 他没有良心 只是他没有把良心 挖掘出来 发现出来 学佛人 要懂得佛性 如果我今天学佛了 我一定会得到佛性 所以佛性 还是佛性 人不会因为转世轮回 而丧失了佛性 你不要以为 你下辈子投人了 你就没有佛性了 佛性 还是有的 投人了 只要是人 都有佛性 只不过 有的人的佛性 埋得太深 太肮脏了 找不到了 大家听得懂吗 下次 师父跟你们讲的题目 也很精彩 今天 先讲一句给你们听 你们就知道了 人身上 有好几个宝贝 你们知道吗 人身上 有一个宝贝 你们知道吗 那就是慈悲 很多人 没有慈悲心 宝贝就丢失了 你们知道 有这个宝贝的人 可以化解多少灾难吗 当你恨别人的时候 突然之间想想 他很可怜 你就是挖掘了 你这个宝贝 拿出来一亮 看看他很可怜 你马上 不跟他争了 不跟他吵了 接下来 你拥有了 他对你的原谅 拥有了 他对你的和好 拥有了 他不会把你拖到警察局去 他不会在背后捅你 对不对 慈悲 是不是一个宝贝啊 没有慈悲心 你就没有宝贝 师父再讲一个宝贝 给你们听 那就是智慧 人的智慧也是一个宝贝 当你失去智慧的时候 你就没有发现你这个宝贝 师父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一生当中 不可能都很笨的 很多事情来的时候 你们突然之间傻掉了 就是没有发现宝贝 当你想到 我可以这么做吧 我马上去处理 这个时候 你们的宝贝就出来了 听得懂吧 师父下次 给你们讲课的时候 会讲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来挖掘自己内心的东西 你们知道 一个人的慈悲心 可以化解多少磨难啊 在马路上 不跟人家争吵 在家里 不跟家人争吵 看看他很可怜 你说说看 你不是 马上就获得了平安吗 你去吵架 吵到后来 你不平安了 越吵越凶 如果你慈悲他 可怜他 找他可怜的地方去想 你很快就能够原谅他 因为佛性 转世不会变化 唯一变化的 就是你的人性 你的人性在变化 什么叫人性 就是人的本性 弟子会想 师父不是说 人的本性 不会变化的吗 为什么还会变化呢 因为你受到污染的本性 它变化了 本性的理念 不会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 外面狂风大雨 你这个房子 本来是红砖的 一阵狂风暴雨之后 房子变成黑色的了 因为雨水 把红砖浸湿了 那么你房间里面 有没有湿啊 没有湿 但是人家一看 这不是你的房子了 听得懂吗 当你们吵架的时候 你们看着对方 觉得这个人 怎么不像我老公啊 这个人发神经病 一点不像我老公 老公看老婆 也是发神经病 一点不像自己的老婆 我老婆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本性还是原来的本性 但是被染黑了 找不到了 要懂得人性的作用 人的本性有什么作用呢 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 有美丽和丑恶的分别 你的本性可以看出 你这个人是美丽的 还是丑恶的 因为你是拥有智慧的人 本性良心出来了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有良心 他就会看别人 往好的地方看 他人不坏 脾气不好 对不对 有些人如果没有良心 他一看 这些人都很可恶 师父今天 可不可以把你们 看得都很可恶 因为师父 看到你们丑恶的一面 因为你们每个人 都做过坏事 很肮脏 所以看上去 很丑恶 如果师父 今天用本性 和佛性来看你们 没有看到你们的缺点 只看到你们的优点 你们个个 都很善良 都很善良 和未来佛一样 谢谢你 我可以把你帮助 我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